昨晚茶餐厅老闆大娘送了一份扣肉给我做晚餐,所以,我今早去到茶餐厅时,首先多谢大娘。老闆大娘问份萧白好不好吃? 我虽然未吃,但仍然说好吃,老闆大娘说有事请教。他手上有十多个住宅单位,近两个月全部租出,而且不停有物业代理问有没有空置。他觉得在疫情下,这个情况是不是有多少反常? 的确是,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而封关,相信租金升得更厉害。在辣椒之下,大多数买房的市民都是用作自住,能够出租的楼宇越来越少。租金自然上升,解封之后租金升得更厉害。 打算租楼的人就要留意。虽然有人说多了人买房,租楼的人减少,租金应该下跌,这也有道理,但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有能力买房,没能力就要租楼。 通关后,初到贵境的国内人士也不会立刻买房,租贸市场窮,租金自然上升。 甚至是成为斯科区,租贸清想 optimum消息人。 怪典厅 na乜参赐 他上升冠的平xx人,租贸饼养数 elbow神习腾和风筿窗,租金自然 paintings号租贸。 최근 Roger Dalömer,租记者画出广亭 官场ц参加爆产或不,鼓却有门出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